接下来权杖六代表希望跟荣耀 有时候也会与传递重要的讯息有关系 关键字是传递讯息 胜利者凯旋归来 自信心荣誉赞美跟支持 我们来看他 他背景有五个适从高举者权杖在后面 象征背后还有更多支持得地两看 后面有很多很多看不到不看得到的小熊 占卜牌一种表示其他人会赞美 然后给你很多鼓励 然后中间就有一个小熊 他头戴着桂冠 然后手上拿着权杖 然后也挂着一个桂冠 他是这个牌里面的胜利者 然后抬头挺胸的望向前方 看着支持他的群众 展现出那内心的骄傲跟自信 好 他骑着这个马朝向右方 象征踏上归途 在排意上来说 就是凯旋的胜利 就是胜利的凯旋 然后暗示只有 透过当事人自己的努力 才能获得成功 因为他是从那个权杖舞 就是进那个演变过来 就是说权杖舞终于有一个人打赢了 那他就拿着桂冠 然后回到了他的家 很开心 逆味的意思 四面除鸽 害怕 然后骄傲的兵 必然会打败仗 不名誉 短暂的成功 以及背叛 好 以上 这就是权杖六 简单的解释